繼續要為您報導 俄羅斯以烏克蘭攻擊俄軍黑海艦隊 作為理由 停止了原先達成的谷物出口協議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指控俄國 用糧食勒索世界各國 目前已經有兩百多艘船隻 無法進出港口 讓缺糧的情況更加惡化 而在同一天 俄國外長宣稱 普廷仍然願意跟西方國家談判 但是前提是要確保俄羅斯的利益 俄烏戰爭僵局再度圍擊全球糧食供應 俄羅斯二十九號指控 烏克蘭利用穀物安全走廊 攻擊克里米亞的俄國海軍 因此無限期停止七月達成的 糧食出口協定 除了引發各國不滿 烏克蘭更抨擊 俄國用糧食勒索世界 目前已有兩百一十八艘船隻 因俄軍封鎖 無法進出烏國港口 烏克蘭先前反駁 克里米亞攻擊事件 是俄國自導自演 藉此將糧食危機升級 美國總統拜登也痛批 俄國的舉動離譜 聯合國土耳其和烏克蘭已達成共識 三十一號讓十六艘船 沿著海上人道主義走廊移動 並呼籲俄國重新考慮協議 俄國官方暫無回應 不過普廷上星期曾表示 俄烏無法談判 問題出在烏克蘭 普廷聲稱美國出面 才能讓烏克蘭重回談判桌 俄國外長拉夫洛夫 三十號更進一步表示 只要確保俄國利益 普廷願意跟西方國家談判 他還形容當前局勢 類似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 要拜登用智慧解決烏克蘭問題 不過白宮拒絕回應拉夫洛夫的說法 美國媒體先前則報導 拜登下個月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時 並沒打算跟普廷會面 公視新聞 涮鈴編譯